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管上网诚意有多严重 多么反抗父母意志的孩子 只要被送进一间治疗室 出来的时候会立刻向父母道歉认错 这个模式三年来在山东的一家网接中心 从来没有失败过 这在之前的很多媒体报道中被称为奇迹 并且吸引了全国各地大量的家长送孩子前来就诊 但是就在不久前 一些网络上自称已经出院的孩子 留言说他们在这当中接受的治疗 其实只是电击 并且他们把这家网接中心称为集中营 那么哪一种说法是真实的 奇迹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这种治疗方法是否真的科学 人道有效 我们前往山东调查此事 喂 您好 您是网接中心 您是网接中心 是吧 是的 然后想问一下 您那是有那个需要做电击吗 如果去治的话 这个呢 我们现在这里没有什么电击资料 它只是一种行为角度资料 但是这个小孩要他要现在不去怎么办 带不过去 找些亲戚朋友帮帮忙 是吗 但到那之后 我就不知道他愿不愿意留在那儿啊 这个您担心的问题呢 我们早就考虑到 我们提前就想到了 因为我们就开这个网接中心 也不是一年两年了 这个问题我们早提前想到了 那你们治疗率怎么样啊 大概在96%以上 这个钱怎么算 一个月在率先回前左右上吧 一个疗程是多长时间啊 一个疗程在四个半月上吧 你说谁买这些买 干嘛 你帮我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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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 来 我给你帮你帮我搬上车啊 别口袋把了 还有那两个姑姑 认识网友吗 那还是我 你帮我 obl�你帮我 我给你帮我 你帮我回去 我不会 我我给你帮我 你帮我来帮你帮我 这就是13号市 现在已经挂上了行为校正治疗室的牌子 每一个被从这儿送进去接受治疗的小孩 在经过几十分钟之后 出来的时候都有了判若两人的改变 这被称之为奇迹 这样的奇迹经过媒体的传播之后 吸引了大量的家长送孩子到这儿来接受治疗 但是之前的报道从来没有公开过 在这个房间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 短短的几十分钟里面 是什么力量让孩子改变了 就是跟我沟通一下 然后就是做了一小下那个治疗 就几秒钟的时间大概 做了一个什么治疗 就是行为矫正的治疗 什么样的行为矫正治疗 具体我也不好说 就是当时就感觉像 有点像扎针匠那种感觉的 就没事了 疼吗 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吧 不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 就像普通打针一样吗 跟打针不一样是针灸那种 那种针感 就是那样的 就是有点麻那种感觉 你以前被针灸过吗 有 跟针灸的感觉在疼痛上呢 十分像 十分像 对 属于就是你自己可接受的范围 对 但是感觉做完之后特别清醒 就是感觉那个情绪方面就得到一定控制 杨永信是这个网络成瘾治疗中心的主任 1982年毕业于移水医砖 分配到林医地区精神病医院 从事精神卫生专业 已有27年 曾获国务院特殊紧贴专家 这就是我们这个 让自己感到很神秘的 这个所谓的13号室 13号室现在被改为行为矫正治疗室 随着名称的改变 在这里的所有的人 也把这个房间所做的行脑治疗 称作行为矫正 一张医院常见的床 一把椅子 两个柜子 一个放在墙角的氧气瓶 是这个房间里的一切 但是又是什么 让这种简单变得神奇呢 这个仪器呢 实际上已经不是以前那个仪器了 以前那个仪器呢 是这个 包括网上媒体上炒作的是 那个DX-2A型电锈和治疗仪 而因为这个网上的这样一个争议 也给我们带来了这样一种压力 所以我们就在前一段时间 把那个仪器停用了 停用了以后呢 我们就换了今天这样一个仪器 这是什么 这个仪器呢 实际上它是一个低频电子脉冲治疗 它也是一个二类的保健产品 所以它产生的这种效果呢 要比那个仪器的效果要弱了很多很多 我们现在把它称之为稻草人 杨永信用稻草人来形容 现在正在使用的这台低频脉冲治疗仪 以前的那台被用来做 醒脑治疗的电修客治疗仪 现在被淋漪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弹抠 时间是6月5日 山东电视台的记者韩璐 体验过电修客治疗 这是媒体唯一一次 记录电修客治疗仪最直观的画面 当时的电量是三号案 你先给我打个招呼 说一下 让我有心意准备好吗 对 嗯 以后我会记得在那个身边谁呀 嗯 嗯 嗯 现在已经处于倒点倒态了 好吗 好的 有什么感觉告诉我 好吗 可能会像蠻子一样 像蠻一只的一样 会有一点点感觉的 嗯 好吗 好 嗯 嗯 有感觉吗 有感觉 怎么感觉的 嗯 就像是 就是这个头的两侧 然后被 被某个的扎了一下一样 韩璐对三号案的电刺激 看上去还能承受 然而在网络上 关于这种治疗 却是另外一种描述 感觉像一百万根针 从脑袋穿过 被电 然后被胁迫 生不如死等等 整个头部从这儿到这儿 就感觉有电 全部都有很多针扎似的 这个过程持续多久 持续了有四十分钟吧 四十分钟 对 中间有二十分钟是在 是在电的 然后有二十分钟是给你缓缓的 腾飞是最早在网上公布自己 在网界中心经历的人之一 在他的描述中 这里的一切就是噩梦 那你当时身体什么感觉 就是剧烈的疼痛 然后抽搐 你当时身体的这个抽搐有多严重 还能记得吗 必须要人按住 两边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的痛的 擦到两边的时候 但是如果防在中间的话 还能缓和一下 另一个坐在镜头前的被采访者 是曾经在网界中心治疗 并治愈出院的盟友 当时他在这个中心当过生活委员 主要工作就是在十三号市里 协助对新盟友的治疗 你向我形容一下 那个被电刺激的时候身体的感觉 不好形容 自己做了才明白 没法形容 那你还能记得你身体当时的状态吗 正要形容的话 就是两个振动得非常快的锤子 敲你太阳穴 没感觉 然后眼里边就是睁不开眼睛 你当然会叫喊吗 叫不出来 嘴张不开 电一下的时候持续多长时间 就是从太阳穴滑到那个头中间 滑到额头这 滑到额头这 这样的一个距离是吗 这样一个距离 大概一下 那么这一下多长时间 一秒钟左右吧 这一秒钟过去之后 你的反应会有变化吗 没等变化 就下一秒钟就来了 还没等你感觉是有变化的时候 下一秒钟就来了 我去那时候是二十下算一组 就是二十下挨完了之后 再问你问题 就是一次要坐满二十下是吗 那二十下坐下来 人是什么感觉了 很痛苦 很痛苦 杨医生有没有向你解释 为什么要对你做这些 说是治疗吗 其实就是打着治疗的喜好 让我顺从让我留下 新入院的孩子的第一次治疗 都在十三号市进行 我说现在开始了 这一碰的瞬间 它就产生这样一个体验 你爸妈为什么把你送到这里来 不知道 你怎么来的 问我 我真的不知道吗 来的 然后我说 我说我拿骗来了 然后他就说 那好吧 咱们继续治疗吧 然后 我就跟他领论 接下来 接下来他就直接打着 就给我电 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上网 玩游戏对吗 不对 你不对 你爸妈把你送到这里来 你认为错了吗 你妈骗你这一次 你骗你妈多少次 觉得委屈吗 你还抱怨父母 不抱怨 不委屈 说话得小心点 那能不能很好 在这儿配合治疗呢 也行 那你是因为恐惧才顺从的 对 最时间最长的 往往需要一个多小时的沟通 说这是惩罚吗 这是惩罚还是治疗 那我又是惩罚 直接就有电 我在忙 还是惩罚的 那我只能说治疗了 有没有孩子在你这么说的时候 说比如我还是不愿留下来 或者我不愿意 那你怎么办 很简单 你要反复地给他随身下用 提下来 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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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得借助这个仪器吗 目前来讲 你如果没有这个仪器的话 也可以说是 我们有更好的状态 但也可能有人会听了这段之后 他觉得 这孩子是因为忍受不了肉体的痛苦 而服从你的意志 他们会认为这是一种刑罚 这是人为义女的事 就是你怎么理解的事 那就是几千个孩子在这张床上 都当场解决了问题 是吧 可以这么说 所以我们也看到一些媒体报道 把它称为奇迹 所以有些人说 说你这个事好得有点不真实 不知道很难以自信 林尼网络成瘾治疗中心 于2006年1月正式成立 输林尼第四人民医院开发的新的医疗项目 与别的网瘾治疗不同的是 家长也是被治疗的主体 在长达四个半月的治疗当中 家长必须全程陪同 在你们来之前 你们了解这个网络中心 治疗的方法究竟是什么 你们清楚吗 不清楚 不清楚 那么你们为什么就直接把孩子送过来 让孩子逼得我们 就是走投入乱 这痛苦 我就说想这痛苦就是没办法 我说孩子啊 你小的时候不是这样啊 当时在我们的心里感觉 就是有这个孩子 不如没有这个孩子 我们连死的心都有 真的就是想死 死了我觉得就是解脱了 是一种解脱 当时我们想的可能有大手 这个地方是这么想 就算是有暴力存在 也可以接受 通过暴力就救了他一命 有这个想法 有这个思想主备 但是来了以后不是这样的 与家长所想象的暴力手段不同 这个中心改变孩子的途径 是一台小小的治疗仪 在查阅了大量资料之后 我们得知 DX-2A型电修客治疗仪 是适用于狂造型精神病患者的一款 抽搐型的治疗仪 这台义器用在孩子的身上安全吗 做电修客 100毫安以上的量 在国内外认为都是非常安全的 有副作用吗 当然副作用会有的 就是在电修客的时候 有的会出现这个集体的酸痛 或者治疗以后的这种 头昏头晕等等 会有一些滞后的一些反应 会对脑部有伤害吗 大脑发育 你想 电修客100毫安以上的值 应该都是很安全的 然后我现在用的是 1到5毫安的量 你说呢 它究竟在使用的时候 对大脑有没有在发育当中 会有副作用 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这个需要靠事实说话 到目前为止 我还没有发现 它从医学的原理上 到底有没有 这点您清楚吗 从医学的原理上 我认为从0到5毫安的量 是不会有的 这台仪器能不能用于 18岁以下的青少年身上 是完全可以的 我们也看到王岐中心 年龄比较小的孩子 只有12岁左右的 对他们使用这样的一个 脑部刺激的 这样一个直接的治疗方法 会不会对他们的大脑发育 造成不良的影响 这点您确定吗 我认为 这么微小的计量 应该不会 这是您个人的看法 我个人的看法 那么有没有任何的 不管是研究的结论 还是医学上的共识 可以佐证这一点 这方面我认为 用事实 最有说服力 但是就是说 如果这种仪器 使用在孩子身上 安全不安全 你们知道吗 这样 因为有很多的例子 摆在我们的面前 因为我咨询过的家长之后 他的孩子没有出现 任何的不良情况 有的孩子已经踏入 回归学校上学了 有的或者工作了 那这个就最说明了 有专家专门对 DX-2A型电修科治疗仪 进行过研究 研究报告指出 由于治疗方法剧烈 对于心肺功能较差 严重肝症疾病 老年人或儿童 以及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的 一定要慎用 否则会有造成 认知损伤的危险 你们了解这个仪器吗 见过 但是原理不是很清楚 不清楚 那知道这个仪器的副作用吗 这样 由于我们不是专家 只有我们不想去了解它 我们相信这是个政卫医院 小叔 国务院今天 那是随便给的吗 这么高的荣誉啊 那不是随便给的 我不相信他 我再相信谁 我相信他人的那个 您做治疗之前 给你做过诊断没有 没有 给你做过身体检查没有 身体检查 身体检查只有一个 那个 只有一个心电图 而且是做完之后做的 按规定是必须做很严格的 身体检查的 说应该是 有吗 对你们 没有 这台仪器的使用 是否安全 是媒体争议的最大焦点 而焦点的核心 是治疗时 到底使用了多大的电量 那比如说为什么不是10毫安 或者30毫安 50毫安 到10毫安的时候 人体是什么感觉 应该说感觉是相同的 只不过是在强烈的程度上 更大一些而已 用过20毫安的量吗 没有没有 这个是绝对不会的 30毫安 更不会了 40毫安 50毫安 20毫安都不会用 你想再大的人会用 您确定从来没有过吗 确定 非常确定 我非常自信 因为我这个人 从业的经历是非常谨慎的 因为你作为一个医生来讲 一定要注重自身的保护 杨医生说说 对外界说 他通常用的电量 都是1到5毫安 最高不会超过5毫安 5毫安 5毫安就是 也有用过 就是那些 自己勇于承担这些事情的 就是说是 点两下算完 5毫安 几乎没感觉 5毫安 但是不可能5毫安 我亲眼见都是 10到20之间 30 40我都见过 最高你见过多少 40 你现在要重新回忆一下 就是你的这些数字准确吗 准确 偏偏看 而正在接受治疗的孩子 对电量的使用 却是另一种说法 那也就是说 你们在场实际上 都是能看到别人 被治疗的过程的 是这样吗 对 那你们看到的 最高电量是多少 5毫安吧 我见过最高的 就是非常冲动的一个网友 也就是5毫安吧 上次是谁冲动了 只有是0.3毫安 你判断的这个 是从指针移动上来判断的吗 对 非常确定 因为经常接待 对 我们在互联网上 与曾经在 林医网瘾接触中心 接受过治疗的孩子聊天 他们的描述是 做头一般不超过20 但最高到了40 不超过5毫安吗 我作为一个医生来讲 就是用最小的剂疗 达到最好的效果 5毫安的时候 人体是什么感受 你不管是什么感觉 它反正是给你带来的 是不舒服的体验 在杨永信的百度贴吧里 被引用次数最多的 用于证明网界中心 使用过超过5毫安电量的证据 就是这种画面 电量指示是10毫安 为了弄清楚 DX-2A电修客治疗仪的 使用情况 我们专门请教了 北京著名的精神病院 北京安定医院的专家 他们曾经使用过这种仪器 并对这种DX-2A 抽搐型治疗仪的副作用 进行过研究 那是不是在很多地方 还留有像山东 这样的治疗方式呢 应该是非常非常受备 你是说这个机器 在行业内已经淘汰了吗 对对对 它的这个仪器 按照严格来讲 就是过去来讲 它的仪器没有那个 生产许可症 我来到这医院 做了一治疗的时候 什么叫怒发春光 我体会到了 你体会过吗 因为抽搐会很剧烈 很剧烈 抽搐型治疗仪 在这家医院 已经停用了很多年 现在使用的 都是无抽搐的 电修科治疗仪 为什么要改良吗 很大的一个方面 就从人文的角度 去改良这个东西 你们曾经使用过这种 抽搐型的电修科治疗仪的时候 对年龄有限制吗 当然有限制了 什么限制 18岁以上 严格得按照它这个治疗常规 为什么必须要18岁以上 你18岁以下出事怎么办 就DX-2A电修科治疗仪的生产情况 专门联系上了上海医疗器械专科学校实验工厂的销售人员 那台那个DX-2A型的电修科治疗仪是您这个厂生产的吧 现在我们很早 我们已经很早不做了 已经 已经不做了 为什么呢 现在国家标准是在提供 注册 我们没有完成注册 所以就没有成功 没有做 那您是说这个机器本身没有许可证是吧 原来我们是96年注册的 后来到2000年的时候 我们的证就到期了 现在在行业内还有 还能使用这样的机器吗 不能做了 因为没有注册完成 我们肯定不能做 我又不生产了什么头发市场 市场上没有 那就是现在应该是不允许使用了 是吧 没有证就不可能头发市场 DX-2A电修科治疗仪 9年前已经不在市场销售了 就使用这款仪器的合法性 我们致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并等待最后的调查结果 您知道这个仪器 根本就没有许可证吗 这时候我不知道 您知道这个仪器早已经被淘汰了吗 这个我也不知道 现在在全国的各大精神病院 这个仪器早就淘汰掉了 就是因为它不人道 会引发痛苦 我是一个基层的精神科医生 要是有听用和招呼通知的话 我在使用 绝对是非法 那么在您所在的医院 有没有使用 目前很多医院都已经普遍在用的 无抽搐的电修科治疗仪 有吗 我们应该有 有 对吗 有 也就是说 你们医院是有 可以不给病人造成痛苦的 这种电修科治疗仪的 但那个仪器 还真的没法用在这个海的身上 因为那个仪器 没有这个低剂量 刺激的这样一个功能 那也就是您治疗的手段 就是要引起他们的痛苦 对吗 必须让它 产生一种不舒适的体验 才能产生效果 如果没有这种不舒适的体验 就很难实现这样一个效果 这样的一个治疗方式 在寺院有没有经过 你们的伦理安全委员会的研讨 你认为每个医院都要有吗 那你有没有像相应机构的 这样的副门去申报过 经过他们的论证 如果说像这样的 一个新兴的课题 我们每一个步骤 每一个环节 我都要去申报的话 我跟你讲 没热点了 真的没热点了 但您知道 这个风险承受的最大者是孩子 当你发现这种治疗 它的利益大肺炎币的时候 你说用还是不用 两全相亲 在这里接受网瘾中心治疗的孩子 统称为盟友 染上网瘾等行为被称为走偏 改造成功的孩子 则就是精品了 邻尼网瘾戒指中心的治疗方法 被称为永信模式 一共有76个环节 同时还制定了严格的管理措施 以支撑整个中心的正常运转 并由家长同盟委员会和同盟班会具体实施 家长和盟友的加减圈和点线前制度 是制度中的核心 家长犯错 每个圈将折合成10元人民币 如果盟友犯错误 就会在他的名字下面画一个圈 到了五个圈以上你会接受一次治疗 接受什么治疗 行为矫正治疗 也就是接受一次点击是吗 不讲点击 但是在你看几星期能不能清零 不清零就一点 清零就没事了 所谓点线前就是行脑疗法的俗称 专门针对孩子突发的极端行为而设 那点线前呢 就是这个孩子当时出现一种比较极端的行为 就我经常谈到的 我说一种冲动的情绪 暴力的行为 严重的抵触 这个情况你能等到一个星期之后吗 会被直接点线前的行为一共有86条 而约束盟友的这些制度都会与行为矫正式联系在一起 那杨医生讲是说 它的中心有70多种治疗的环节 所谓的电磁机只是其中很小的一环 是这样吗 应该它所有的东西都是建立的那个电机之下的 电机是最上面的那层 电机好像是整个的这类治疗中心 那个最核心的环节 你们是怎么看的 不是 最小我觉得是一个最小的一个环节 因为它主要的一个环节 我就要在心里挡个他 一年半以前 王瑞因为迷恋网络小说 被父母送进了网界中心 当他再次回到这里的时候 他已经成为网界中心成功改造的精品 正是因为这样 王瑞的今天被其他家长看成是自己孩子的未来 天天啊天天坐在背外 坐在大一堆里看网上讲说 你这是会考好吗 经济会去做吗 嗯 可能 可能 看见不坏 你不反感这种方式 现在也不反感 现在知道是为自己好 为了自己将来 那你看了网上很多网友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吗 有比较负面的评价 有 你怎么看 他们说的太片面了一点 他们只是 他们考虑到痛苦的方面 那就没有替人家未来走向 那你是认为还是需要一个外在的外力来打破 是吗 是 哪怕这个外力当中包含有肉体痛苦的成分 你也接受吗 接受 你要不要对你爸爸 表达下你这种愧疚的心理呢 爸 对不起 你这么远他听不见呢 爸爸 对不起 你要不要走近他 面对面的跟他说呢 这种成功的改变很快就成为点评课上的实力 以此来感化像小张这样刚刚加入的盟友 你看你眼泪都流了这么多了 我认为你是很真诚的嘛 就这么一点点距离 你就觉得那么难吗 盟友们给他点勇气 在心理大课堂上如果出现不配合的情况也会被送进行为治疗室 在心理大课堂上如果出现不配合的情况也会被送进行为治疗室 类似的行为在点线前的规定中被称为矫情和挑战勇信模式 刚才孩子在点评课上说说他之所以叛逆是因为说跟你们的关系不太好 是不是真实呢 因为是没有文言和不知道 就刚才我找他吃饱穿好我就省了 那你们送他来之前有没有跟他好好的沟通过 没有 知不知道这里有一种电击的方法 有 这个你们能接受吗 能接受 因为被人害得好 你在这接受过电击的治疗吗 接受过 疼痛吗 有一点疼但不是很疼 你能接受吗 能接受 为什么需要这样的疼呢 你觉得 他那个能让大脑清醒 然后能在内心伸出时刻问题 为什么疼痛的时候你就能够清醒呢 他只是一点疼就是那种微痛 你觉得你是真的清醒了 还是说你因为害怕就服从了 真的天想了 真的吗 真的 为什么哭呢 我没有 你在哪里面 你在哪里面 没有 我想得到 家人 走 在盟友家长中 对网界中心的治疗方式 曾有不同的观点 即便是一家人 态度也会截然相反 他后来过 后来过谈 说是去了以后把他拿的那个 那个资料搜索 问我 你知道吗 我说我确实不知道 从他以后跟我的 他不相信我 他为什么不相信你 他觉得是我把他硬 把他弄了 那个时候都抓 给他去做资料 他觉得是我的事 如果他就逐渐地 在好水 这好水一年多了他三个月 五个月 他也许就变好了 我想我有战胜 如果他们仅仅是出于 对这个仪器的恐惧 而表现的顺促 您觉得这是真正的改变吗 他要能控制一辈子 也未必是坏事 能够工作也未必是坏事 我觉得都变菜了 嘿 我要再说 行了 我再说一次 1 2 1 1 2 1 在网界中心的电脑里 存储着很多孩子的演讲稿 除了讲述自己的感受之外 不乏对网界中心和杨勇信的称赞 这是什么 这是网友的演讲稿 演讲稿 孩子的赞美也被网界中心 当成是一种成果和收获 96%以上的成功率 和家长对孩子借出网瘾的热望 足以支撑杨勇信的网界模式 这个数字会对很多家长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它是真实的 我跟你讲 成功率的调查 是我们家长同盟委员会 他们亲得去了解的 但是你们网界中心在 向任何一级政府会报的时候 那不也使用了这些数据吗 是 我是保守的 我是霸着96%降到90%左右的 那这不就是您的一个咽头吗 我现在就够着风的了 我不希望给我扔来更多的非议或者麻烦 就是以不被电为标准 你心里也早想早想 医生也不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 这个会有反差吗 你外表做的跟你心里相当 有反差吗 比如说 太多了 可是我们在网上 或者说也看到了很多人的说法 他们说他们是在伪装 我说如果你的这种行为 能够伪装一倍的的话 是不是也很好 那么这还是一种科学的治疗方法吗 你说的也非常好 你认为所有的 还是刚才那个话题 你认为所有的都是装的吗 你如果认为所有的都是装的 那这就是一个伪科学 我非常清楚地记得 我在2006年 我们也是一个领导 就说 说杨文新 你哪怕成功救治一个孩子 都是功德无量的事 这是新闻调查记者来到林漪后 网界中心安排的一次点评课后出现了场景 你好像是网界中心被跪得最多的人 你知道因为什么吗 你知道为什么我乐得不必 为什么我在这样的一个非议当中 在这样一个压力面前 我为什么坚持继续做些说言语吗 那一瞬间您是什么感觉 我认为很直 我认为我很激动 我认为我所有付出的辛苦 付出的委屈 付出的心酸 今天都得到了回报 就假如在那样的场面当中 那些抱住你的腿下跪的孩子 如果他们仅仅是出于对你的屈服 或者对你的讨好 而这么做的话 您会感到难堪吗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我也理解他们 一个孩子改变 他需要时间需要过程 你今天可以是表面的 不意味着你明天 还继续停留在这样一个阶段 父母 所有的父母 要是现在就看到我们 就来跟你们这样交流 他们肯定觉得我们非常不正常 是这样 肯定不能理解 要是换位子 如果他们家里有这么一个孩子的话 他就不会这么想 说心里话 我们家里有这么一个网瘾孩子 我们家无宁日 真是这样的 日子都没法过 我们只能就是说 又不用乱投赢了 只能这样说 对吧 那么咱们国家 有哪一个地方 能让我们去呢 你说对不对 我们也听到有种议论 他认为说父母 这样让孩子去救治疗的话 是不人道的 你们怎么看 不是 哪个父母 不爱自己的孩子 我觉得这才是人道 我把孩子救好了 变好了 变精神了 这不是人道真实 可能有人觉得说 目的是正确的 但是这个手段 那又有什么好 谁有什么好手段 谁有什么好手段 拿来 王尹的话 现在他现在的认定问题 我们还没有搞清楚呢 很多家人可能会觉得 他们无可奈何了 这是最后的办法 对 随着亲身骨肉 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他不会下那个痕迹 孩子自己打的 别人打不得 所以我们也想知道 所谓的恶性刺激 是否是行为角质当中 必不可少的手段呢 不是唯一的手段 这个假如就枉眼而论的话 可有好多好多方法来解决 既然家长是最爱孩子的人 他们都没有办法了把他送到这儿来 交给我说你放心的痣吧 那我当然是为了解救他们的痛苦 我相信家长是 绝大多数的家长是爱孩子的 但是也会带来这种所谓爱的伤害 由于你爱的不当 可能就会造成一些伤害 现在的这种家庭教育的一些失败的案例 其实就说明了这种爱的伤害 据专家提供了一份 联合国研究暴力侵害儿童行为问题 独立专家的报告中 有这样一段描述 某些年仅9岁的儿童 在没有使用肌肉吃缓剂或麻药的情况下 接受电修课疗法 电修课还可能用于厌恶疗法 以控制儿童的行为 此外还有可能利用药物来控制儿童的行为 让他们更守规矩 降低他们对于暴力的自我保护努力 所以不管什么样的一种诊疗方法 什么样的一种行为矫直的方式 它应不应该有一个底线 这个底线肯定是要有的 这个底线的话 我觉得就是赫尔辛基宣言当中 所提到的不伤害原则 执行同意原则 这个合法性原则 那么这些原则 是不能突破的底线 不能突破吗 不能突破 不论目的多么正确 也不能突破吗 不论目的多么正确 也不能突破 因为如果抛弃了这些原则 那么最终受害的会是患者 新闻调查 新闻调查在林尼采访期间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局确认 自2000年以来未曾批准DX-2A电修科治疗仪 林尼市第四人民医院 2004年构建的DX-2A电修科治疗仪为非法产品 今年六月 林尼网瘾戒指中心已经停用DX-2A电修科治疗仪 而采用低频脉冲治疗仪 但疗效有待验证 在结束林尼网瘾戒指中心的采访时 我们对正在接受治疗的孩子和家长 进行随机调查 其结果令人深思 现在也觉得有些问题想请教一下 那么想知道在座的家庭当中 曾经对孩子使用过暴力的 请举一下手 好的 那么 对孩子有过过度溺爱的 也请举一下手 好的 因为以前过于忙自己的事情 而不顾及孩子的 请举一下手 因为夫妻之间的关系不好 而发泄在孩子身上的请举一下手 在以往有过不尊重孩子的独立人格 在言语当中刺伤孩子的这样的行为 经常有的请举一下手 然后作为父母 不懂得该怎么去跟孩子沟通的 请举一下手 好 在曾经的观念当中 认为孩子是属于自己的 所以可以随意支配的 请举一下手 最后一个问题是 最后一个问题是 在上述所有的问题当中 你们认为家庭里面有问题 跟孩子现在出现这些问题有关系的 请举一下手 谢谢大家 谢谢 那我也有几个问题 想请教一下各位 各位 然后你们也可以用举手的方式来表达一下你们的意愿 我想知道在你们 以往的想法当中 认为父母不爱你们的 请举一下手 认为自己的家庭关系当中存在严重问题 请举一下手 好 认为父母只顾着自己的事情 而不管自己的 请举一下手 认为自己曾经因为跟父母的关系 而受到伤害 并且比较严重的请举一下手 那么曾经在家庭当中 遇到过暴力的请举一下手 认为自己在家庭当中非常孤独的请举一下手 有过自杀念头的请举一下手 认为自己非常想跟父母沟通 非常需要爱的请举一下手 好 谢谢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你们认为出现在自己身上的网瘾 跟家庭当中存在的问题有关的 请举一下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